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Jango开发进阶课程的第12次课 首先我们来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就主要学习自定义Admin的操作 我们首先要看如何来定义这个普通的操作 然后接着我们要学习如何来定义中间的页面 接着呢,然后要看整个站点如何来应用操作 不同的Admin如何来应用操作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Jango后台的Admin里边呢 它提供给我们的一些简单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定义了两个 我们这个项目里边定义两个model 一个poem就是之前的 然后我们又添加了一个article 是为了展示不同的modelman是如何做的 然后在Admin里边呢 我们这个poem有定义了一个poemmodelordman 然后呢 这个poem是注册在这个poemmodelordman里边 article呢是注册在这个没有特别指定这个ordman 是注册在系统默认的这个modelordman里边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页面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它提供了一个删除所选poem就是一个删除的这个动作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多选也可以全选 当然可以执行 执行的时候呢 它就会给我们一个中间页面一个提示 但是如果你这个删则不删除的话就可以返回 然后呢 如果选择删除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的 然后它就给我们一个提示 message成功删除了一个poem 然后现在就只剩一个经验丝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通用的操作 在这个article里边 它同样有这个删除所选articles这样一个操作 现在我们来如何自定义这个操作 比如说我这个poem 我想做一些特殊的这个操作 然后如何定义呢 现在呢 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项目 来看一下如何自定义这个简单的这个操作 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比如说给这个poemmodelordman加一个操作 我们就定义一个操作的函数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一个打印 printpoem 就打印这个poem 我们界面上先操作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domain 这三个参数 它有三个参数 request 还有一个query 这个操作函数 这三个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呢 然后呢 这个modelman就是当前的 当然就是当前你就是说发送的这个modelman 然后呢 这个request就是当前请求的http request queryset就是用户所选对象的一个集合 当这个我们在demain界面里面出发这个 就是点击执行这个action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调用这个action的函数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便利forqs 便利这个queryset 就是选择的这个 这些对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印print qs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给注册进来 怎么注册进来呢 它有个action 这个属性 actions这个属性 然后我们只需要把这个poem printpoem可以加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可以刷新一下页面 来看一下 它就有一个printpoem 这个操作了 然后我们可以执行 OK 执行的时候 我们这边就打印 比如说就把它的这个禁业丝 这个title 因为我这里边是显示 打印它的时候是显示它的title 所以说它就把禁业丝给打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 比如说实际的做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想改变它的类型 它有一个字段是类型print 我们就可以set type action 后呢model admin三个参数 要写request 还有一个query set 这个地方我们就一样是便利 query set 这个就可以去设置它的type 比如说我们刚设置一个不同的吧 看一下它是多少 我没有写完我们这个函数 qs save ok 我们看一下它原来是1 这个唐诗就是1 然后呢我们给它设置为2 我们这个set type action 就是把它的类型强制设置为2 然后呢我们再添加一个这个地方 随便添加一个吧 然后它也是这个type也是1 然后呢我们全选 set type action 之后来看一下 ok变成送辞了 就是类型变成2 然后进一4 你看它类型也变成2 说明我们这个操作已经执行了 然后呢 如果我还想对这个操作进行一个 这个我想把它名字给换一下 我set type action 我觉得这个不好 然后我就是说想换一下它的描述 怎么换呢 dscription 语如说 我随便改一个吧 just test 你就可以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看就变成了justtest 变成了它short description ok我们进一步来深入的学习 这个action 我们看到如果这两个action 只是这个poil mode admin在用的时候 我放在外面是不是不好啊 然后封装性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里边 然后呢 这个参数就变成它自己了 self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 烤过来 然后这样的话 它的封装性就更好 我们同样这个地方来 再去刷新一下 看一下它是不是正常 ok还是正常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用法 就是我们为这某一个特定的 model 就是说设置这个特定的action 就是写在它作为它的内部函数来去书写 因为毕竟这两个action只是提供给这个poil mode admin去使用 我在操作这个设置它类型的时候 我想象删除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删除的时候大家之前看到它是有个提示的 这个比如说 这个比如说城中删除了一个poil mode 然后我这个地方我也想我成功设置了一个poil mode 我该怎么写呢 我这个地方怎么写提示呢 也比较简单 只需要在这个发送消息就行了 有一个message user 然后呢 把这个request给传进来 这就写你需要发送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 多少个poil 我庆井的位置 type 然后呢 这个queryset它的长度 OK 我们再去发信一下 然后再去设置它 test test OK 这就有一个提示了 one points我静静的位type2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啊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硬编码强制的把它的类型设置为二 那同学们肯定会问提问就是说能不能我自己我想就是说这个设置它的类型我需要我填 一个东西我设置它一二我还想设置它为一或者我设置它为二都是让让这个用户选而不如说你这个代码写死显然是非常不好的 这就设设计一个什么知识点呢 就是设计一个中间页面就是中间页面的操作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在delete的时候支持delete poem就是操作这个delete poem的时候 就会一个中间页面 然后让用户去确认或者取消这个操作 然后呢 我们这个设置它的一些字段的时候呢 也可以去提提提供一个中间页面 让用户来进行选择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首先可以建一个form 自定一个form 然后去实现这个东西 import forms 什么form呢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我就设置一个settypeform 当然它继承于这个forms.form 然后有一个类型 当然我有一个类型 类型是什么呢 类型是 类型是 我们简单处理就是integer 有的 然后呢 我还有这个地方有一个selected selected action a c t i o n 这个select action呢 是这里边必写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页面上选择了几个对象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们后面就会 呃 jungle它就无法识别 就会不会跳到对应的这个处理函数里边 我们待会再讲解 着重的讲解这个问题 它是个chafield 然后呢指定它的这个widget是什么呢 这个隐藏的 multi multi height input ok 然后我们还需要提供一个模板文件 因为你的中间页面是需要你自己去自定一个模板 它长什么样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定义的 我们叫它什么呢 set type html ok 已经有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地方去扩展 其实是一个扩展 扩展谁呢 扩展the main 这个base site base site 然后去loadloadi 181 然后的main us 这些 后呢 具体的写 去实现哪个呢 content in the block ok 我们开始写内容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form form action cion ok 空的 然后messor呢 当然是post 然后呢 这个地方验证cs 这个不要忘记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会传入一个form as-p ok 然后呢这个地方要显示我们改变的这些东西 改变的这些内容 obe 传进来一个objects 就是说要让用户看到要改变哪些这个对象 用的for 打印 打印这个ob 然后这样呢用这个格起来 然后呢 然后呢这里边有一些空间input 它的type 类型什么呢 height 隐藏的里边我们这个也比较重要 这里边的话是为了让它去识别它是一个action 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 必须是我们这个地方定义的是settype action 就是说我们发送这个表单的时候也要发送这个action 它的值是settype action 必须这样 如果你定义的是其他的 比如说set value action 你这个admin里面定义的是set value action 然后这个地方呢 那你就写set value action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是写死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传入进来 这个地方我们来简便 大家当然可以选择传入 然后还有一个空间 它的name呢 这个是为了我们去识别它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传入的这个 就是我们加这个post 这个这个这个输入的话是为了我们在处理函数的时候 就是识别出来它的确是你抛出了一个表单 然后这个地方呢当然是一个submit 然后呢value yes 那么value叫什么叫设置吧 set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开始写处理函数了 我们这个地方要引入它form form portsettypeform ok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怎么修改呢 首先判断if request post get post 就是说它里边有post这个字段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置这个input的原因 我们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不是抛出了一个表单 然后呢我们这个我们先写这个else else 其实就是下边的这个 下边要返回一个给它返回一个表单 返回一个什么表单呢 然后我们这里边就vendor request request 然后呢这个settypehtml 然后给它设置设置这些内容form form当然就是settypeform 我这个地方呢要给它一个初始的initial 给它初始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我看一下它这个select action select action 然后呢我们给它从这个request里边去request post 一边去get list 把这个给获取出来 选择的这个列表action checkbox name 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是必须写的 不然的话它再次你就是说 点这个呃在页面上一点set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点set这个按键的时候 它是没办法再次到这个处理函数里边 我们必须然后去设置它的select action 只有这样这个jango才会识别它 然后我们传入objects objects其实就是这个queryset ok然后呢我们需要修改这个处理的这个逻辑form 然后把表单给拿到通过这个request.post 拿到之后呢当然要验证这个表单form 是valid 如果是有效的时候我们把类型给取出来 for clean data type 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设置它的type 这个是clean data ok 这个地方比如设置它为1 ok 这个地方看它打印就是用类型1来设置它 比如说我们想设置它为2 ok 这个地方就设置它为2 来看一下实际的内容 的确是2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怎么去实现它的中间页面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其实是本节课的重点 大家就注意我们是如何来新建的一个表单 然后来在这个操作这个函数里面去实现这个中间页面的一个操作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应用操作到整个站点上 比如说我们想在全局添加某个动作怎么去操作呢 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可以去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操作函数 很简单的sayhello model domain request queryset 比如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打印 只是为了给打印个hello 整个站点怎么添加 整个站点添加的话就是 site.add action add action add action 然后呢这个把处理函数添加进来 还有它的名字 比如说我就添加一个hello 来看一下 惠母里面它就有一个hello 我们看到了吧 然后呢这个article里面 另外里面它也有一个hello 这就是一个全局的一个添加这个操作 当然我们也可以全局来取消一些操作 比如说我想不想让用户去删除我的这些数据 怎么去操作呢 叫disable action disable 比如它是默认的 然后disable什么呢 disable delete select d l e delete c l e c t e d 好我全局禁止了 然后刷新一下 看到就没有删除了这个操作了 看一下这个poem里面 它同样是没有删除的这个操作了 当然呢 嗯 你全局为我添加了一个hello 我为什么要给你 然后我就有的同学就可能想这个poem model admin 我这个model admin 我不想用这个hello 我太烦了 然后我怎么去删掉这个操作呢 我们只需要去存在它的get actions 然后底边把它给删掉就行了 好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把它的actions给取出来 我们把这action取出来之后呢 如果啊 这个hello 1 actions 我就把它给干掉 从这个字节里边去干掉 hello 好return actions ok 然后呢 去刷新一下 看一下这个hello request using 没有传入这个参数 这个地方 把这个request传进来 ok 刷新一下 看 这个hello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看另外一个article里边 它的hello有没有 ok 它是依然有这个hello 我们只是在这个poemmodel admin里边 我这里边我不想要这个hello 然后就在这个admin里边 把它给干掉了 当然 当然 当然我还可以去 我还可以去禁用所有的这个action 比如说我这个action里边它复制为空 那 那我就禁用了所有的action 然后你这个地方就什么都用不了了 然后这个直接就不显示了 你就没有action这个操作了 我们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这个如何针对某个特定的这个model admin去禁用或者是启用 启用 启用其实就是在这里边 这里边就启用它了 然后我复制为none 就是完全禁用 然后我如何部分禁用呢 就是在get actions里边去判断它 然后去删除某些特定的这个操作可以去定制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如何自定义普通的这个action 如何就是说 进一步深入的高级定制这个action 然后如何来去定制这个中间页面 然后如何针对全局的和针对某个特定的这个model action 来去定制它的这个action 大家下去呢 可以主要练习这个 就是说中间页面 中间页面的这个操作 这个是比较难的 也是这个课的一个重点难点 大家下去练习一下 比如说我去改它的哪些字段呢 比如说我去修改它 比如说修改这个article它的title 我该去怎么修改 大家下去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template 可以去设置它的form 然后写它的具体的这个action 这一刻我们就上到这里